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回首2021年,如果哪个国家的意外走公最出乎人的意料,立陶宛绝对高居榜首。 在过去一年中,立陶宛政府疯狂作死的行为,实打实道让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料。 立陶宛影子总理最大反对党主席卡尔·报斯基斯基在脸书上发文,怒斥县政府疯了, 其对华政策将成为阻碍立陶宛经济发展的障碍。 卡尔·报斯基斯基写道,现任政府使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变得如此复杂, 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承认中国对立陶宛的制裁是前所未有的, 立陶宛企业先遭受损失,随后将不得不通过提高立陶宛人民的税收来弥补这些损失。 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阻碍立陶宛经济发展的障碍。 卡尔·报斯基斯激烈批评执政联盟有关中方制裁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以及中国市场对立陶宛的重要意义不大的说法。 他强调,现政府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人们的情绪和计划到对企业的投资。 他说,任何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承受中国的制裁, 而不产生巨大的损失。 更不用说需要外国投资和出口市场的立陶宛了。 我们将蒙受数十亿的损失, 而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在华盛顿被某些人接见, 立陶宛在那里,以及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12月29日,美媒CNN报道称, 目前立陶宛正接受面临三个噩耗, 首先是在经济层面遭到了中国的反制, 并因此产生了系统性的外衣效应。 其次就是,欧盟直到今天都没有表明态度, 拿出任何措施来支持立陶宛免受所谓的经济胁迫。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 立陶宛政府的支持率不仅没能因为一系列的反华操作出现上涨, 反而创下了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 在经济层面上, 立陶宛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已经接近冰冻, 或许对立陶宛政府而言, 数亿欧元的贸易量还不足以伤筋动骨, 但是对立陶宛商界来说却是另一幅光景。 由于担心被可能出现的制裁殃及迟鱼, 很多欧洲企业正在减少和立陶宛的联系, 至此已经出现了减少从立陶宛港口转运的现象。 该国克莱佩达港的消息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如果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没有结束, 同时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 2022年克莱佩达港的吞吐量极有可能会减少40%。 对此,有俄媒进行了分析, 称立陶宛的港口公司虽然在思考其他的解决方案来弥补已经出现的损失, 但是从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来看, 这种牧力能够带来的正面作用微乎其微。 而在外交层面, 立陶宛没能从欧盟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欧盟委员会委员辛克维秋斯于本月27日, 同立陶宛总统脑塞达进行了会面, 并明确地告知他, 他如今在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存在讨论 中国对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这一议题。 辛克维秋斯还对此作出了解释, 表示,欧盟必须评估中国的行动, 但是根据目前所呈现出来的信息, 无法判断中国的行为是系统性的, 更不能确定这里面有官方参与其中。 同时,辛克维秋斯还强调, 即便出现一个可以解决中国对立陶宛 进行经济胁迫的新条令, 也必须要取得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不过,成员国的对华立场并不一致, 因此,即便是再快也需要半年才能得出结果。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辛克维秋斯建议立陶宛不要向欧盟请求援助。 辛克维秋斯表态的同日, 多名立陶宛企业界的人士喊话, 政府负责起责任。 在克莱佩达港工作的克莱佩达集装箱转运公司负责人接受RT采访时, 抱怨,由于欧盟和美国对白俄罗斯制裁导致货物停运, 该港损失货物超4%, 加之,受立陶宛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影响, 克莱佩达港的货物吞吐量明年有可能减少40%。 立陶宛工商会联合会主席心情更为急迫, 他直呼,对立陶宛企业来说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政府必须尽快解决与中方的问题。 几天前,立陶宛工业家联盟主席曾举例说, 就连立陶宛已付款的货物, 运抵港口后也发生了无法装柜, 出不了中国的情况, 截至目前, 类似情况已经影响了大约100家立陶宛企业, 所有交货都已经停止, 交货时间也拖得越来越长, 甚至高达创纪录的110天到115天了。 当然, 真正对脑赛达政府造成致命一计的来自于一份最新的民调报告, 因为白俄罗斯假肥风波产生的恶力影响, 受访的立陶宛民众对于本届政府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 其中, 立陶宛总里头部支持率上升到52%, 立陶宛外长的部支持率上升到66.4%, 立陶宛交通部长的部支持率上升到47%, 至于对立陶宛政府总体的不信任度则接近50%, 12月8日, 美国对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白俄罗斯假肥的制裁正式生效, 但引发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抗议, 消息一出, 立陶宛政府陷入尴尬境地, 执政联盟被批言行不一, 面临国内舆论即在野党极大压力。 重要之下, 立陶宛外交部长和交通部长于12月9日双双宣布辞职,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也曾暗示政府有可能全体辞职, 最后, 此事以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辞职告终, 执政联盟中无一人离开。 脑塞达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显示出, 无论他们决定站在中国的队里面, 还是坚持与白俄罗斯交恶, 都不约而同将民意当作幌子, 可是现在, 真正的民意却告诉这帮跳梁小丑, 立陶宛民众对他们的做法似乎相当不满意, 因此, 现在的立陶宛可谓是内交外困, 由于听从美国的号令单方面展开行动, 最终换来的只有美国提供的一份信贷协议, 转过头想, 要从欧盟那里寻求安慰, 后者却发挥传统技能, 以欧盟成员立场不一致当作借口进行敷衍。 尽管企业较苦连天, 立陶宛政府依旧试图粉射太平, 28日,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接受立陶宛TV3电视台采访, 表示政府将尽快解决贸易问题, 但没有国家可以将外交政策强加给立陶宛。 他还声称, 立政府没有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据西莫尼特所说, 即便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但立陶宛也不至于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 与此同时, 立陶宛政府仍然希望与中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然而, 立陶宛政府的想方设法向外界求援, 但事实上, 直到今天, 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发起反制措施, 立陶宛所面临的一切困境, 包括欧盟的见死不救和美国的遥控指挥, 都只不过是大国博弈中产生的些许涟漪。 虽然对于他们而言, 这足以称之为惊涛海浪。 坦白讲, 立陶宛的困局能否解除完全取决于 是否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错误, 并且愿意拿出足够的成语去修复中立两国关系。 因为对中国而言, 我们从来没有将立陶宛当作成对手, 仅仅是挥挥手便能让他们痛得不行。 如果想继续硬碰硬的话, 这场游戏中国奉陪到底。 12月28日, 俄罗斯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 《立陶宛玩杂儿》的文章,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表示, 立陶宛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外交争端, 这件事可谓2021年最蠢的国际丑闻。 该国用第一个设立所谓代表处的方式裹挟其他国家, 他们希望欧盟能和立陶宛保持一致, 但从眼下来看, 后者并未表现出任何支持迹象。 所以, 从文章作者认为, 欧盟对此惠莫如深的原因只有一个, 除了立陶宛外, 没有人希望和中国搞坏关系。 真理报认为, 中国的制裁高峰期还没有到来, 明年, 立陶宛的麻烦将会变得更大。 现在已经有各种迹象表明, 德国等国家的企业想要关闭在立陶宛境内的工厂, 这取决于立陶宛能否和中国改善关系。 总之就是, 立陶宛的行为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可以让世界通过立陶宛的教训看清楚, 如此挑衅的国家将面临的后果。 有人认为, 还有另一条路能够挽救立陶宛。 他们如果放弃设立所谓的代表处, 能和中国松口的话, 或许所有的措施会有所缓格, 但眼下立陶宛已经进退两难。 这件事升级为国际事件后,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 拿着立陶宛用力鼓吹, 美国还将其封为民主灯塔。 如果他们这个时间投降 无疑是很丢美国面子的一件事, 同样会遭受西方的挤压。 一条热门评论认为, 立陶宛必须要为做过的事情付出一些代价, 从他们的经历上能看出美国同盟的本质, 即一遇到任何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自保, 盟友显得非常次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大家。